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来到了新的一周 我们还是稍微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上周五呢 澳洲市场是连续再一次出现了上涨 但是呢 这上周五的上涨仅仅在数字上呢 是表现出只有两个点的幅度 那折算成比例来说还不到0.1% 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呢 是基本是保持了上周四的收盘水平 那么在中国方面的话呢 中国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 并没有能够维持住 这个二三四连续三天的上涨 在周五的时候呢 出现了大约是0.4%左右的回调 那上证和上海和深圳的分别 上海是回到了3100 大约是3154点左右 深圳方面的下跌还多一些 下跌幅度为0.8% 那欧美股市总体来说的话呢 像欧洲大约是有0.1%左右的跌幅 但是美国则继续保持了 比较强烈的上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美国股市在上一周 新年的第一周里面呢 四个交易日里面 有三天是连出现了上涨 在其他方面 黄金有大约是10美元左右的下跌 而油价呢 则轻微上涨 最后呢 这个美元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继续有轻微的这个反弹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面呢 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石油的走势 关乎政治角力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之快 这个又到了新的一年 这个新的一年呢 新的一周已经过去了 那上一周呢 作为新年里面的第一周 第一个交易周 市场的总体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从股市上来说呢 在一年之前的话呢 中国还曾经是 一周里面两次被熔断 但是在一年之后的 新的一年的一周里面呢 中国股市在四个交易日里面呢 保持了三天的上涨 因此整体来说 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呢 叫做一年之际在于春 这个一天之际呢 是在于晨 股市有的时候也和天气一样 有的时候呢 这个全年的走势啊 非常看重的是开盘 就是开局的那几周 现在第一周 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希望呢 为这样的这个 很好的开局 为至少未来六个月 或者多说一点的话呢 未来十二个月 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那么其实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在去年2016年 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里面 基本上是围绕三块大的主题 第一呢 就是资源和矿产价格的上涨 包括了这个黄金石油铁矿石 第二块呢 是说到中国的经济 继续是在刺激和推动 换句话说呢 就是人民币继续在增发 然后呢 中国的降息 降准继续在保持 第三步呢 就是美元这个加息 或者说美元升值之路 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美国经过了十二个月的等待呢 在去年十二月 终于开始了第二次的加息 所以的美元 在今年预计呢 将会增加它的加息次数 那么这三个主题 其中最离不开的呢 其实是一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经济呢 在过去几年呢 从高速增长变为逐步放缓 前几年呢 曾经说过要保七 就是GDP增速 要保在年均7%以上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增速呢 依然是在放缓 现在GDP增速呢 已经在讨论 是否要保住这个6.5%的幅度 那么我们假设2017年呢 中国的确是要保住 6.5%的增幅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假设的前提之下呢 经济政策还需要继续刺激 换句话说呢 这个货币呢 或者信贷还需要增发 第二呢 在这个中国守住底线的基础之上 大宗商品还会有支撑 但是第三点呢 由于我们知道呢 在今年欧洲将会进行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选 因此这三个国家会带来 对欧元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只要三个国家里面有一个 是反对欧元的政党上台 那么对欧元来说的话呢 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效应 那么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大的方面 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单个产品 今天说一下石油 最近呢 也有朋友跟我经常提起一个石油的问题 问到呢 2017年石油价会不会和2016年一样 涨势非常的凶猛 那其实呢 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 油价呢 已经从2016年的底部 26 27美元呢 最高上涨到了现在的56 57美元 我说的是美国油 英国油也是一样 多了两块钱 那么其实呢 现在呢 我们并不可能把2017年的增幅呢 预计到和2016年一样 换句话说就是 你2016年翻了个倍 现在在56 57的基础之上 你不可能指望它变成110 再翻倍 这是不太现实 因此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油价呢 这个 总体我们先来开个头 就是油价在2017年 我们预计呢 还会有所上涨 但是涨幅 从百分比上来看 不可能有100% 那我们知道呢 在2016年1月份 一年之前 我在讲座中 曾跟大家说到过很多 就是油价呢 基本上来说 它是除了一个产量和销量的关系 就是我们叫的供需平衡之外 更重要一点呢 就是呢 这个油价 它还有一个政治因素 在其中涉及 什么政治因素呢 我们知道这个油啊 它是其实是一个 并不是普通的产品 它并不仅仅是用于民用 它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储备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油价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呢 不仅仅是GDP的问题 更关系到呢 这个国家在未来 这个发动 发生 这个剧烈变化时的 一个应变的能力 所以说在过去的50年里面呢 整体上来说啊 这个油价基本上是被中东的产油国组织 叫做欧佩克组织所控制 包括之前发动的两次 三次这个中东战争 都是由油价而引起的 到后来呢 这个欧佩克组织呢 也是用石油作为武器 和这个西方 包括美国那些的资本主义呢 做出一个 这个对抗 包括美国70年代的大萧条 恒大程度上来说 也是由于突然高起了油价 导致呢 很多这个汽车的油都加不起 才导致的 那么我们在言归正传 说到现在 刚才说到了 除了供需关系以外 两大影响油的因素呢 就是第一 石油的定价权之争 我们知道从2014年开始呢 美国的夜盐油 逐步开始复苏 那么夜盐油呢 是现到目前为止 唯一对于现在传统的 从沙漠里 或者从其他海洋里面 提炼石油一个 这个行业 形成一个非常有威胁的冲击 因此欧佩克组织呢 为了维持现有 他们自己的定价权 对于石油的定价权 所以就不惜一切代价 从2014年开始 到2016年初 以大量的增产 压低价格 希望呢 以此来排挤夜盐油 但是我们知道 夜盐油的成本 大约是在35至40 这个价格一旦得到超过 那么夜盐油 不管你被杀了多少 依然会立刻死灰复燃 而我们看到呢 在经过两年的 这个高产量低价之后 中东的产油国自己 其实呢 很大程度上 也有一些受不了 自己的这个家底呀 都被掏空 现在家里面 都已经是入不敷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2016年的年底 欧佩克组织呢 在过去八年里面 第一次达成了 石油限产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的达成呢 其实也标志着 过去两年 对于夜盐油的打压 正式的告一段落 之前就是靠着这个量 把量提起来 占领市场份额 来挤压夜盐油 但是现在这个量 已经被得到了限制 那么夜盐油 美国那边每一天 石油的钻井平台数量 都在增加 这样此消逼涨的情况下去呢 很有可能 在未来的定价权上呢 欧佩克组织将的权力 或者说它的影响力 将会大大的削弱 这是一层关系 那第二层关系 我们说到呢 这个国际政治上的角力啊 是美国和俄罗斯 在石油问题上的对抗 我们知道石油 俄罗斯呢 它这个国家呢 天然气和石油 是他们最大的外汇出口来源 因此当时2014年的时候呢 由于乌克兰事件 美俄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美国为了压制 或者说叫抵制俄罗斯 在经济上对于俄罗斯制裁 因此呢 在油价上呢 是不惜余力的在打压油价 你打压油价 换句话说 就是在收紧俄罗斯的钱贷 所以俄罗斯从2014年 到2016年这两年里面呢 其实国民生产总值 包括了其他各个方面的经济 表现都是非常之差 但是这一个局面 也是在去年11月 特朗普成功的投票 这个成为了总统 下一届总统当选人之后 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我们知道特朗普一直以来 从他的大选来看 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呢 就非同一般 而且这一次这个奥巴马呢 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事件里面 俄罗斯也并没有使用相同的手段 作为报复 其实这就是为了 给以后特朗普上台 设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前提 或者说是伏笔 我给你一个人情 希望你以后呢 也以此来回报 所以说 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啊 当特朗普在1月底上台之后 将会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 那么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得到了改善 那么美国之前制裁俄罗斯 或者打压油价的行为 也将会大大的缓解 所以在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之上 美国不再那么严厉地打压俄罗斯 甚至于有些放松 同时欧佩克组织不再争夺石油的定价权 在这两个政治因素改变之后 那油价在过去一直被压抑的情况 将会在今年得到改变 那换句话说呢 石油价格从现在的55块钱 将很有可能上涨10块钱至15块钱 也就是到65到70的范围 在这未来的12个月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还是要说一句的是呢 大家对于未来的增长期望值 一定要设置合理 千万不要想着一夜暴富 去年油价涨了100% 今年还希望它涨100% 那这样呢 其实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呢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在澳洲时间晚上的9点钟 欧元区会发布他们的失业率数据 除此之外的话呢 在今晚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